工人穿梭台南東區這處建案工地 看起來已經打好地基 準備繼續往上蓋 預售屋已經賣出大約六成 點開網頁 預售實價登陸 單瓶價格一舉站上七字頭 當地民眾看傻眼 建案的地點在巷子裡 當地里長不排除使用建材等原因 拉高房價 但房仲直呼已經超過了市場 五字頭行情 台南市府調查價格還真的有問題 站上單瓶七十萬元的房屋 物件和同建案 其他同樓層 坪數差不多的物件成交價格比較 單瓶的價差狂飆超過兩倍 台南市府發現建商委託袋書 把坪物設為平方公尺 單坪價格才會狂飆 導致申報烏龍 台南市府證實物質預售屋 實價登陸價格將開罰三到十五萬元 來到了房屋銷售中心 工作人員低調透露 目前已經請袋書處理中 面積單位搞錯 導致單瓶價格飆出新高點 涉及擾亂房市 即使更正恐怕也得挨罰 3D訊問網上有望玉文 台南報導